摩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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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甜甜仙子快出来 小蜜 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要拿尺量自己的脸 我想要看看我的皮有多厚 甜甜仙子 我有问题想要请教你 你知道什么动物的皮肤最厚吗 这个我当然知道啊 但是小蜜 在你印象中 什么动物的皮肤最厚呢 皮比较厚的动物 应该就是河马 犀牛 还有大象 小蜜 你很聪明 都答对了耶 嘿嘿 但是我没有实际量过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谁的最厚 这个我知道 我来告诉你们 大象的皮肤厚度有1.8公分 犀牛的皮肤厚度有2公分 犀牛的皮肤厚度有2公分 哇 所以是河马的皮肤最厚 对啊 大概有那么厚吧 好夸张哦 皮肤那么厚 那如果我轻轻拍他的身体 应该一点感觉都没有耶 嗯 应该是这个样子 可是小蜜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动物的皮肤 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嗯 什么共通点 就是看起来都干干的啊 嗯 对耶 感觉都要裂开了 嗯 那是因为它们的皮肤真的太厚了 所以都缺乏水分 如果没有长时间泡在水里 皮肤还会裂开 是不是很可怜 嗯 真的很可怜耶 哇 小蜜 你为什么要松一口气的样子啊 哎呦 都是亮亮啦 今天在学校亮亮一直笑我 说我的脸皮最厚了 那亮亮应该是在开玩笑的吧 你脸皮感觉蛮薄的啊 哼 讨厌啦 干嘛故意这样嘲笑人家 脸皮再厚也没有河马厚啊 也是啦 好啦 小蜜 最爱你了